欢迎你来跟书院学中文 这堂课我再讲一讲形容词 中文的形容词还可以用作表示状态的动词 也就是说中文的形容词前暗含着动词是 因此只用形容词就可以做表语 只有当你需要强调的时候才用式字 我们通常说 今天热 中国大 你聪明 他们很友好 我的家乡特别美丽 强调时我们才说 今天是热 中国是大 你是聪明 他们是很友好 我的家乡是特别美丽 好 接下来我给大家读一下关键词 用作 表示 表示 暗含 动词 为语 通常 通常 强调 好 特别 好 最后我再用正常语速把例句给大家读一遍 我们通常读一遍 我们通常说 今天热 中国大 你聪明 他们很友好 我的家乡是特别美丽 我的家乡特别美丽 强调时我们才说 今天是热 中国是大 你是聪明 他们是很友好 我的家乡是特别美丽 这堂课就上到这了 再见 Special Thanks to Dr. Liao